他不敢回去 他說他不敢回去 有死喔 嗨 少女一看到圓景瞬間崩潰 講話都有哭腔 幾歲 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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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11點多 小女孩不回家 獨自在超商 還哭得那麼慘 到底怎麼了 你是跟媽媽找家嗎 沒有 我跟媽媽說 我跟客人說 我買回去 疑問之下 竟然因為 功課沒有覆習完 一想到媽媽 就不敢回家 干脆躲到超商 连晚饭都还没吃 谢谢 远景赶紧买了一些 微波食品面包饮料 让少女裹腹 开警车载她回家 结果在住家社区一楼 冤家路窄 刚好妈妈要出门找小孩 你找妹妹啊 把妹妹带回来了 没心没心没心 看到女儿这一瞬间 妈妈劈头就问你去哪里了 语气没有情绪却充满力量 少女不敢回答 远景赶快帮忙缓家 顺便提醒一下妈妈 经过警方了解之后才知道 这个暑假才刚开始 少女的妈妈就另外开了一份读书清单 要她去大理图书馆念书 复习完才能够回家 7月11号下午一点多出去 一直到晚上11点都还没看到人 因为少女念到图书馆壁馆 书都还没念完 只好跑到超商朵 想起妈妈说的话更想哭 引来店员注意帮忙报警 暑假一年就一次 有人开心有人担心 极家欢乐极家愁 小朋友你是开心还是担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